欢迎收看明星斗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点击订阅将会学得更快 更新的信息推荐 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 王力宏离婚案进展 李静雷未提交出轨证据 应不执行法令或被判刑 王力宏与李静雷的离婚风波 从年前一直热议到年后 随着李静雷的几篇小作文爆料 王力宏的形象彻底崩塌 随之而来的是事业全面瓦解 他本人也宣布暂时退出娱乐圈 只是到目前为止 关于王力宏出轨仪式 李静雷没有拿出实锤证据 被牵扯进来的白兔成员孙宇 以及徐若轩也多次发声 否认介入两人的婚姻 因为王力宏的消失 加上李静雷不再发声 离婚风波暂时没了下文 不过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 原来只是假象 网友通过纽约法院 查看到两人离婚诉讼的所有内容 以及最新进展 从时间上显示 王力宏在2021年2月19日 至2022年2月9日 将近一年的时间 从起诉李静雷到动议三 其中呢 在去年12月10日 王力宏律师提出动议一 申请司法介入 在今年1月1日 王力宏的代表律师 再提交有争议离婚的文件 包括离婚协议 小孩抚养分配与抚养权问题 此时李静雷一发小作文 爆料王力宏出轨一事 在1月28日 王力宏代表律师提出动议2 2月8日 王力宏的代理律师 提出动议3 提交证据A 王力宏代表律师 要求法院对李静雷进行派决 一般是用于 发现另外一方 不执行法庭的法令 或者是发现另外一方 损害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 可提出 若法庭认可 可以罚款 也可能被判处 刑期达6个月 也就是说 李静雷没有遵守 已签订的协议 一般是指不遵守子女监护权的协议 和不遵守财产分配判决 王力宏方则以不执行法庭法令为由 请求法院对他进行裁决 目前法庭还没有做出判决 如果法庭认可 李静雷则可能被判处 达6个月的刑罚 或者被罚款 另外 从诉讼进展中看到 李静雷代表律师 在2月2日提出上诉 但被退回修正 2月4日 重新提交的上诉文件 状态为待绝 也从未提交任何一方证据 而王力宏已提交11份证据 网友也查到了 双方下次开庭的时间是3月4日 对王力宏代表律师提出的 动议二线上辩论 而王力宏代表律师提出的动议三 法庭究竟会不会认可 这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出结果 而为打赢离婚官司 王力宏还重镜聘请了 女士同律师先生在1月31日加入了王力宏的律师团队 而此人擅长家长探视权 父母公平分配抚养权等 另外有网友还发现了华电 在离婚诉讼中显示是婚姻纠纷 也就是有一方不同意离婚条件 而不同意离婚的人正是李静雷 而此前双方已经签订离婚协议 不知道李静雷是不是反悔又不想离婚了 通过离婚诉讼的进展可以确定 李静雷不仅没有向网友公开王力宏出轨的证据 连法庭都没有递交证据 所以他手中究竟有没有王力宏出轨的证据 确实值得质疑一下 毕竟到现在这步 难道还要保留吗 而被他爆料的孙宇 如今也拿起法律的武器为权 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呢 只能说如果李静雷不想离婚 而想通过网络舆论对王力宏施压 企图以毁灭对方事业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惩 当然如果接下来李静雷能够拿出证据 证明王力宏出轨 对争夺抚养权还是有利的 且看后续事件的发展吧